最近市面上都看到這種口罩暫存甲 方便吃飯時暫時收好口罩 原來這個貼心的設計是由本地設計師精心為抗疫研製的 打開了 然後我脫口罩出來 確保口罩外面貼著產品的內籠 一拉一夾再對折 這個橡筋筆仔大家可以善用 然後勾上去成為一個很精巧的口罩暫存甲 坊間大家都會說著一句口罩不能接口罩 價值項文 設計師為何不能接口罩 我純粹看到資料 怕你接的途中 你的手指會碰到口罩的感染面 或者在接的途中 口罩的感染面和裡面的親膚面是互相重疊 其實不接是因為怕弄髒東西 所以用這個方法 保持一個乾淨和骷髒面分隔開 但接起來也很容易收納 就是成為我們現在這個設計 其實我們年初六 一起開工吃飯 在酒樓發覺桌面上 除了擺滿一龍點心以外 就是每一隻隻紙船 就是我們脫下來的口罩 那時候要處理口罩 都各司各法的 怎樣可以用設計解決這個問題呢 最後就是我和Moris 那兩個人馬上閉關 這些都是我們中間一些的建築物 甚至可能大快一些的都試過 但是去到最後我們都會覺得 在這個尺寸來說 似乎是一個最恰當的尺寸 比我們原意預期中都遲了一個星期 2月20號開始開工 到現在其實都叫做剛剛一個月的時間 有朋友去自製自用 甚至教別人去製作 其實這個在某層面我們開心的 好的設計如果大家欣賞的話 是令到設計普及 都希望大家在自製 或者是教其他朋友的製作途中 都能夠告訴別人 這個產品其實那個原創字是哪一個單位 這個其實是一個對於原創者的尊重 覺得更加嚴重的是某一些商人 我會叫做一個挺無良的態度 直接製作了我的產品 然後他們自己去做出來 看到設計被人抄 當然會不開心 等有時見到別人的留言 他們就更加覺得灰心 台上一分鐘就台下十年功 這個真的 就是我們多來設計經驗 其實為什麼這麼快反應到 都我相信是一個我們的功力 好設計本身應該要簡單 就是你身邊所有你會覺得 越不起眼越簡單的產品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其實香港我們很幸運 就是我們有一班很中堅 很有才華的設計同業 但如果在經濟層面大家不尊重這件事 因為每逢有新的設計 就被影人 就用便宜的海糧地扔出來 到最後就是說 我不該這麼做創新 其實無論坊間有多少假的產品 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消費者 尊重原創 假的產品就沒有存在價錢 所以一定要欣賞香港的設計師 欣賞他們的付出